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每次我发和公婆相似的 其乐融融的时候 大家就都会说 那还不是你家有钱 你情商高会哄人啊 是有他们无条件的支持 你家才不会急飞狗跳的 其实一开始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 直到昨天 我们一家人在桌上吃饭 公公就和我们聊 最近的工作问题和大环境的趋势 我忽然发现 我嫁过来十年 我们家的餐桌文化 就是聊工作 我觉得就这个氛围 一家人都一门心思的想搞钱 那这个家他就穷不了 我们这个家呢 十一口人住在一起 没点情商是肯定过不下去的 都说先有好婆婆 再有好儿媳 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常听说 有很多婆婆都爱和街坊邻居吐槽 自己家儿媳这不好那不好的 弄得媳妇很没面子 但我婆婆刚好相反 她都是在家吐槽我 但是一到外面 从来只说家里媳妇这好那好的 我不干家务 她说我会赚钱 我做事卖 她说我性格好相处 要说到情商高 你说我们家谁情商高 家里大家可得好 我做什么都值 最后情商我虽然排不上第一名 但是我确实是一个会哄人的儿媳妇 婆婆帮我带孩子 天天给我烧饭煮燕窝的 还不要求我做家务 我就动动嘴皮子 说点让她舒心的话 体谅她的付出 再买点礼物犒劳她 你们想 这是不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避免了婆媳矛盾呢 结婚十一年 我觉得无论是夫妻关系 还是公婆关系 都是双向奔赴的 家合了才能万事兴嘛